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泰安城狠狠地离了一遍 当光芒散尽 眼前的景象呈现在众人的眼中 所有人都不禁面色如土 为而雄伟的泰安城 几乎所有的建筑上半部分都被削掉了 但是所有人从震撼中回过时来 第一时间就是把目光投向了碑林 林青比一直挺立如剑 在他的面前小摩哥 面前挡了一只龙爪 两人附近那树杖深的地面 仿佛被抹去了 只有左墨脚下的地面没有被消失 他如同被刀切下的第一块三角形蛋糕 摇牙延伸向后方 左墨由利龙爪挡下了这一剑 刚才关键时刻 他催动了三千烦恼斯 硬生生地把利龙爪拉到的面前 挡下了零千这今天一剑 利龙爪受此一击缩小了许多 变得和左墨差不多高 朱可他们瞪大了眼睛 不能置信地看着左墨 刚才这一剑之威 连他们都不敢沾上一点了 那小摩哥竟然硬生生地给挡下了 难道说小摩哥真的能够收复利龙爪吗 他们心中再无半点疑问 若非如此以小摩哥的实力 绝对不可能挡下这一剑之威 零千的实力让他们感到惊骇 但是小摩哥的出现 却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将决 竟然能够收复利龙爪 听上去是多么的荒诞 可是却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他们的面前 从小摩哥进入他们视野 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就连续的发生 星鱼沙爷 大派七雕语的记录 击败领悟了孔雀亡灵的沈玉 引动泰安宝阁出土 再到眼前 一将接收复利龙爪 当下惊天一见 每次不被看好 却能每次都取胜 小摩哥就像是一个怪物 而且他周围似乎也是一群怪物 这个家伙 林仙的眼中发了呆 他的脸色苍白啊 他没有想到 小摩哥竟然能够挡下他这一剑 这一剑他赌上了所有的一切 以自己受伤 派恶剑毁为代价 发动秘法 暂时提升修为 才爆发出了如此惊人的威力 他从来没有如此拼命过 以前的战斗 他总是好承以侠从容至极 他没施过手 他永远对自己呢 充满了信心 从很早之前 三代弟子之间的比试 他便没有再参与 因为他的实力 甚至超过了门派 绝大多数的长辈 在他这个年纪 他是昆仑有史以来 最出色的天才之一 哪怕说深入魔界 他宜人不惧 他对自己有着绝对的自信 掌门 他们对他这次的行动 也是充满了信心 所有的人都相信 率阶之下 临天绝无对手 然而眼前的事实 却让他发现自己的骄傲 是多么的可笑啊 一个比自己还小的降阶少年 就这样挡下了他有生以来 最强的一剑啊 逆龙爪 看着这只栩栩如生的龙爪 林谦的眼中一瞬之间呢 出现了一丝茫然 魔兵之力 太鹅剑比逆龙爪要差许多 这个他很清楚 昆仑啊 不是没有更好的飞剑 但是太鹅剑 是他能够收服的最厉害的飞剑 那些剑阁之中 尘封已久的绝世飞剑 他的修为还不够呢 可是眼前呢 居然有个降阶的家伙 收服了逆龙爪 这颠覆了他脑海中 长久以来的认知 难怪自己总会对他 生出杀鸡 塑敌嘛 林谦忽然一笑 他到底不是普通之辈 很快的便恢复如常 但是他知道 自己无再战之力 这次任务啊 确确实实的失败了 他苍白的脸上 重新恢复了自信 眼中的红蓝两色褪气 他看着左墨 忽然提高声音说道 在下昆仑坐下 首席弟子林谦 小木哥 你我日后若能再见 再决辞行吧 说完林谦转身 一步步朝外走去 扑地生 左墨身后的石碑 陡人之间化作鸡粉 然而此时啊 却没有人出声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被这个 气度不凡的身影 牢牢的吸引了 许多人的目光 都露出了恍然之色 昆仑首席弟子 难怪如此不凡呢 没有人敢阻拦他 剩下的昆仑建修 莫不作声地 飞到了林谦身旁 护卫着他 林谦这个名字 泰安城所有人都记住了 但是随即众人的目光 却不由自主地 转向了左墨 若是没有孝摩哥 整个泰安城的魔族 都会沦落成 林谦的陪衬 魔宫被被毁 让许多人感到 深深的惋惜 但是相比被林谦掳去 演一下的结果 大家反而更能接受 这场战斗 注定将震动魔界 在这样的战斗中 沦为陪衬 对于他们来讲 无疑是启齿大辱 在世人的眼中 阻挡昆仑的孝摩哥 那是魔族的英雄 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不知道来历 像迷眼的少年 必将随着这一战 而明镇魔界 然而谁也没有意识到 一场更大的危机 正在悄然的向他们逼近了 左墨浑身脱力 动弹不得 眼中尽是骇然 心中是一阵后怕呀 林谦这一剑 硬生生的 把他从冰冷状态 轰了出来 若不是关键时候 他用三千烦恼丝 把逆龙爪扯到自己面前 是绝对没有可能幸存的 恐怖绝伦的实力呀 脑化左墨和昆仑又深仇大恨 也不由对林谦的实力感到了恐惧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 这一家伙 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呀 他从来没有低估过昆仑的实力 但是当真正的和昆仑交手的时候才发现 昆仑的实力呀 比自己预计的还要强大 一个林谦就这么厉害了 真的让人无法想象啊 左墨的哑然失笑 自己打算找昆仑抱头的想法 看上去是那么的可笑 那么的不自量力 不过再可笑 再不自量力 那又能怎么样 谁叫咱们梁子结下了呢 左墨眸子里边站一闪动 重新的恢复的斗志 他忽然脸色一变 哎呦一声惨叫 哎呦 阿鬼阿鬼 快扶扶 我脏子抖 站不住了 当他的目光不经意的投向天边 却不由的一愣 天边浮现了密密麻麻的黑点 犹如一团乌云 来势奇快 走目光啊 那是锐利无比的 脸色斗面 对方是冲锋队形 他猛然用尽全身力气 扯着脖子高喊 树龙 树龙他们驻扎的庄园 在林迁的一箭之下 也没能幸免 轰然崩塌 但是树龙等人呢 由于早就有所准备 人缘可是完好无损 当左墨那一声扯着脖子的嘶喊响起 整个卫营呢 如同上紧的发条突然松开 猛然团树而起 一个起落便出现在了左墨身边 他们在空中便完成了战阵 当落到左墨身边的时候 正好把左墨围在中间 一系列的变化 羡慕至极 注意到这一幕的人呢 无不露出了意思 找到阿文他们 其他人都在吗 左墨沉声的问道 都在 树龙全吻的点了点头 在他身后几道人影电视而出 他们很快的找到了阿文等人 左墨在人群中看到小果和李英凤 罗比被李英凤背在背上 他在心里边松了口气 当看到别寒和聂目 他的脸色更缓了一分 但是很快的 他的眉头就重新的皱了起来 天空的黑点越来越清楚 朝这边飞来的战步 树目惊人 看规模只怕有万人以上 别喊 准备战斗 左墨此时再无半点客气 干脆利落的命令 别喊冰冷的脸旁 没有一丝波动 点点头转身离去 曾小姐 请把天摇位的指挥权交给我吧 左墨神情肃穆的说道 曾莲二呢没有废话 直接喊道 兽瓶 手下在 兽瓶连忙初恋 刚才小姐那一战 把他吓得半死 小姐的强大 既然他是大吃一惊啊 从现在开始 你们归向摩哥大人统帅 若有为令者 斩 曾莲二扫裂兽瓶 语气淡然 兽瓶心中一领 连忙英明 冰匪 冰匪 冰匪来了 天空中许多魔族跌跌撞撞的落下了地面 他们脸色煞白神情充满了惊恐 冰匪 潘城炸开了窝呀 就是那猪口这个人也是脸色斗变 琢磨看到桃星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嘴蹄还在不断的哆嗦 显然惊恐至极 哎 冰匪是谁啊 桃星听了这话 喉咙一脸发干呢 身形灰败至极 哎 这下死定了 冰匪 冰匪是一群盗匪啊 盗匪 琢磨一愣 他身边一些淫味的脸上呢 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表情 他们言论的 不知道杀了多少盗匪了 最厉害的盗匪 说话的是唐飞 这个扎着马尾充满阴气的少女 随着的脸上也流露出了一丝巨色 他们来袭如风 杀人盈野 极其的残忍 他们的首领是一个叫做明辉的家伙 此人天纵奇才 虽然年轻 但是距离帅街只有一步之遥 他麾下的名匪 高手如云 都是他吞并其他盗匪 留下来的最精锐的好手 此人夜心极大 狡猾如狼 是谁也不想沾惹的人物 听了这些话 昨梦又先明白过来了 那陈音片刻 面对唐飞说道 从现在开始 你的战步 由我指挥 唐飞张了张嘴 没说话 逃行文言 神情微松 连忙点头 好 唐飞 你一定要好好地听大人的命令 是 昨梦 昨梦此时呢 已经顾不上唐飞是愿意 还是不愿意 明匪来势 汹汹 一场恶战 是避免不了的了 眼下他能多抓一点筹码 就多一点筹码吧 明匪 中梦是牛脸色微变 他抬头看了眼天空的那团 席卷而来的乌云 我带你突围 你走吧 因你的实力应该能够突围 带上我是逃不出去的 侠公主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们主仆这么多年 我虽然一有所图 但终是看你长大的 无论如何 也不会丢下你不管 他又深深地看了眼侠公主 因为安雷家族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不亏欠他们 若是你想借机引顿的话 这未必不是一个好机会 小公主眼中的 闪过了一丝暖意 她拢了拢有些凌乱的头发 怎么 你索心了吗 哼 这就是命吧 中年侍女如释重负地说道 你认命了 可是我却不怎么想象 命运投降的 侠公主笑眼柔花 眼中呢 闪过了一丝别样的光芒 中年侍女啊 露出了一丝金融 忘掉了不想忘的东西 才更残酷啊 比起它 我要幸运不少 侠公主扬起了脸庞 美丽的眸子 笼罩着一丝迷离的雾气 这些年 我昏昏噩噩接受家族的安排 并不是为了安为家 只是因为父亲 每次想到安为家族是父亲的心血 我便无法拒绝 现在我想通了 既然不想忘记 那就不要忘记 在怀念里挣扎被别人当作木偶一般摆弄 现在想想 以前的我可真是差劲呢 她那张性感妩媚的脸庞 一点一点的明亮了起来 她望着天空 就像是在对自己说 我要勇敢起来 安为家是父亲的心血 告为父亲在天之灵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继承她的遗愿 把安为家发言光大 我要振作 不要沉沦 不做木偶 我要做安为家的主人 中年婶女的目光柔和了下来 她 是亲眼看到 霞公主和她父亲去世之后 如何变得消沉沉沦的 她默然片刻车道 走 我带你出去 自语气 罕见的坚决 霞公主收回的目光 忽然调皮了一笑 我有办法 什么 你有办法 他们在包围我们 苗军面色凝重 她是黄金烂将 眼力比起其他人呢 要墙上许多的 她很快注意到 在他们后方两翼都出现了冥斐的战步 对方看上去是想来个瓮中捉鳖呀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冥斐 她的心情和她的脸色一样凝重 冥斐果然不愧是公院最厉害的盗斐 从冲锋到包围 整个阵型的变化 如行云流水 惊人的流畅啊 看似散漫的队伍 但是 那股百战精锐的杀气 看着苗军是心惊胆颤 渐渐识过这只恐怖的盗匪 苗军才明白 为什么没有哪个势力 愿意去招惹冥斐 左末心中一阵苦笑 苗军能看出来的 他也看得出来 但是此时的浑身脱力还未恢复 而且他扫过树龙他们 虽然说大家啊 神色正常 但是刚才呢 横扫泰安的一剑 大家都受到波及 战斗力呢 也受到了影响 冥斐的包围 并非是一轰而上 而是各队之间呢 小妙地保持着合适的距离 不漏破绽 光这一手 左末就知道 对面的家伙呀 是个高手 不过冥斐 居然没有拦林千一行 欺软怕硬的家伙 左末心里边暗骂 一边往嘴里边丢各种林丹 一边吩咐树龙他们 抓紧时间恢复 以应对接下来的苦战 忽然左末注意到 侠公主一行过来了 我知道你有办法了 所以特意来投靠你 侠公主的脸上 带着俏皮的笑容 左末一阵苦笑 哎哟 开什么玩笑呀 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那怎么办呀 侠公主皱着眉头 一脸苦兮兮的看着左末 你这样看着我 我也变不出法子了呀 左末一脸无奈 但是从嘴里边蹦出来的话 却截然相反 不过 不管有法子没法子 总是要上的 对不对 她的语气并不算斩钉截铁 也没有慷慨激昂 但是却透出了一股强烈的斗志 侠公主不知道为什么 顿时觉得心安 她奄奄一笑 行了 反正交给你就是了 真要死了也没什么 这可是同生同死啊 一旁的苗君听了这句 顿时一阵剧烈的咳嗽 哎呀 这侠公主简直就是个幽物啊 刚才刹那之间绽放的风情 让她大觉 吃不消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447回